香樟树是长江以南常见的桥木 有着一种清新的香味 像师傅说 要采摘的就是这些带有香气的树枝 这一棵 掉到我头上了 够了没有 成功 吃着小伙子 背着一个大猪筐 里面装满个香樟树 买上回去吃 吃啥 马烧腊 吃马烧腊去咯 走 我得挺快 这样师傅快点 走 将马肉上 铺上一层香樟叶 再放上一层马肉 然后再次加入一层香樟叶 其间还得加入盐 倒入清水 充分搅拌 让马肉和香樟叶都浸泡在盐水之中 用香樟叶来腌制咱们这个马肉啊 要腌多长时间啊 三天 浸泡一天后 盐水让后世的马肉入味 香樟叶为马肉去腥增香 向师傅还要把马肉放进冰柜 冰冻两天后才能继续制作 香樟叶为师傅 这是冻了两三天的马肉 哇 真的不沉啊 挺困难的 为什么要去把它冰冻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放锅煮呀 放在冰柜里面冻锅 才存味 哦 把之前咱们腌制的那个味道先锁住 对 哦 明白了 好 来 将腌制的马肉冰冻能让味道更牢固的锁在马肉里 这是向师傅自己琢磨出的技巧 马肉无需解冻 直接下入沸腾的锅里烹制